周二下午川普总统连发数条推文说明了叫停纾困协议谈判的原因 是众议院长裴洛西想要2.4万亿美元来救助那些经营不善高犯罪率的民主党州 这些钱与疫情完全无关 也正是因此裴洛西对川普政府提出的1.6万亿美元纾困计划并没有诚意好好谈判 对此川普表示已经指示代表们停止谈判直到大选结束 而在获得连任后川普政府将会立即通过一项刺激法案 来帮助努力工作的美国人和小企业 与此同时川普还明确要求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不要拖延 全力专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巴瑞特的确认程序 在川普宣布叫停纾困协议谈判后 美股急速下跌三大股指全面下挫 其中道琼指数下跌超过375点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也分别下跌1.4%和1.57% 不过川普对美国的经济表现仍然相当乐观 认为美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已经领先世界 未来还将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